周處長 各位廠商先進大家好 我是外貿協會行銷專案處Rain 今天就有我來為各位介紹 如何運用政府的資源來拓銷 來將你的品牌來進行海外的行銷 這是我的簡報大綱 在簡報一開始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上個禮拜我跟吳欣稱他想要買一個手機殼 我們就開始上網找到這三種手機殼 各位可以看到這三種手機殼 其實它的外型、功能、大小齊都差不多 但是他們的價格非常懸殊 最左邊的這一個手機殼 它是一個沒有品牌的手機殼 它的價格是299元 中間這個是一個台中廠商的品牌 網路評價也不錯 它的價格是450元 從這邊大家都應該都可以看到 就是發展自由品牌 它的確是可以提高你的產品的售價 但是最右邊這個 它是國際知名品牌 就是Sansom 它這個手機殼 它是原廠的公司貨 它的售價這個猜一看是多少 它的售價是1140元 所以這也是現在台灣廠商 一直在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我們是有發展品牌沒有錯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成為國際知名的品牌呢 那除了參加就是 就是品牌台灣計劃可以內火 就是強化自己的那個品牌的一些那個質感之外 那其實呢我們也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像比較奧斯卡一樣 我們給他一個奧斯卡獎 讓他一炮了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產業形象廣勳計畫的一個 成立的目的以及背景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運用政府的資源 我們來辦理一個台灣精品的選拔 將台灣的一些優良的產品挑選出來 然後我們頒給他一個獎項 台灣精品獎 等於是掛給他一個勳章 那當廠商你把你的品牌你的產品 以及這個勳章一起再去海外的時候 就可以跟大家很驕傲的說 啊我這個產品呢 是台灣政府精心挑選出來的 你看這是台灣政府替我掛保證 那這個勳章怎麼得到呢 就是參加我們台灣精品選拔 我們選拔呢是有分幾個標準 就是包括研發設計品質行銷 那如果你是台灣製造的話 那他也有加分 我們這個選拔呢 至今已經辦理了第25年了 那總共已經選出了 3000多家的得獎的廠商 以及8000多家的得獎產品 這個選拔選出來之後呢 這些產品呢 我們就會帶到海外去做 全球的一個行銷的推廣 那像去年我們就辦理了 98場海外的行銷活動 所謂98場就是你可以想像 大概就是每個禮拜都有兩場台灣精品的活動在海外發生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樣子有廣度 有深度 有頻率很高的這個曝光活動呢 讓海外的消費者都可以知道 台灣的產業的美物的優質的形象 那我們在海外的行銷座法什麼做呢 那我們之前有就是做一些問郡調查 然後發現這些是台灣廠商就是比較喜歡的一些方式 那經過訪談 台灣廠商也確實有覺得說 欸我們有 確實有成功的提升他們的品牌知名度 那我們所運用的一些行銷推廣的策略 大概就是會用整個行銷的做法 像是展覽行銷 活動行銷 運動行銷等等的 我接下來會挑一些重點的介紹 那首先是展覽行銷 展覽行銷呢 是我們訪談中發現台灣廠商覺得最有效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做法就是我們會挑選一些 全世界知名的展覽 我們在這個展覽裡面 會設立一個台灣精品館 那在這個館裡面 我們會將台灣的 跟這個產業有相關的優質的產品 放在這個館裡面 那同時我們也會像邀請買主 邀請媒體 還有我們的館中 替這些產品大量曝光 那這個做法為什麼廠商最喜歡呢 因為其實我知道中小企業的一些行銷資源 也許不是問題不夠 那如果你要到海外參展 包括一個展覽館的裝潢費啊 包括你的一個人力的一些資源啊 其實都是耗費很大的 那所以說如果來參加我們台灣精品館呢 其實你們只要就是出 民工社的成本基本上就是 員工的出差費就好 那我舉個例來講 我們今年年初1月去參加 在美國CES站 就有一個3D列印機的廠商呢 他就是從台灣派遣的員工到 我們這個台灣精品館現場助館 那他四天之內呢 就拿到60多張學問單 那他的展覽就是說 他這個前置作業 他也沒有做多少 他就是聯絡他的買主 然後請他們到我們CES的展覽 就可以跟他見面 就可以現場看到他的產品 就可以現場跟他來做洽談 那他的成本基本上是大大解僻 但是這個參展的效益是沒有 這個適合的 那除了接觸買主之外呢 我們還希望可以接觸到 當地的消費者 讓當地的消費者可以直接 在一些場合可以摸到台灣的產品 實際上去體驗 所以我們在一些地區國家 我們也會在他們的知名購物中心呢 辦理得到台灣精品的一個體驗活動 那同時呢 我們在這個體驗活動之前 我們也會做一系列 像是辦理記者會啊 或是一些媒體網宣的部分 那同時呢 我們也會邀請就是 已經在當地有代理商的廠商呢 他們請他們通路商 來到我們這個購物中心的現場 所以就讓消費者 他如果看到產品 實際體驗的產品 他如果現場喜歡的話 他也可以現場採購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會邀請一些 就是當地的一些名人 來幫我們這個活動來做造詩 譬如說像我們之前在印度 就有邀請寶萊塢的明星來到我們現場 然後那一次的活動是整共中心三層樓 是人潮滿滿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會就是跟當地的一些通路商 來做合作 在他們的通路店面 來設置台灣精品的專區 那如果這些通路商 他們還有就是 我們還會跟他們辦一些促銷活動 那如果這些通路商 他們還有就是電子商務的話 電子網站 我們會跟他們做合作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會運用一些話題行銷 來跟他們做我們台灣精品 跟台灣產品的推廣 那像是我們就會運用運動行銷的手法 來吸引當地消費者的注意 那像是我們在印尼 有自辦一個公益路跑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已經辦了 今年已經第三年了 今年已經要辦了第三年了 那之前都是超過七千人的一個 那的確是對台灣的產品 跟品牌的認知度 是有大大提升的 那除了在台灣辦活動之外 我們希望就是說 也可以讓這個宣傳的效果 是有面 就是比較廣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們也會跟當地的一些 國際重要的媒體來合作 邀請他們來台灣 來採訪台灣的企業 以及台灣的產品 除了台灣推廣之外 我們在台灣呢 也會辦理一些 也會配合一些重要的展開 來辦理一些活動 像是今年八月的世大運 今年首月的世界資訊科技大會等等 這有很多外國的買主來台灣的時候 或是在外國媒體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會進行一些宣傳的推廣 那如果各位覺得 對這個勳章有興趣 對這個選拔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今年第26屆的 台灣精品選拔呢 他公告時間會在四月到五月 那我們同樣也是會辦理一個 就是巡會的說明會 那各位也可以博打這個專線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問我們的專員 那我剛剛的那個介紹呢 我們有準備的去年的成果影片 那也讓大家可以更生動的了解 我們的計畫內容 這些內容 從中國尼南 看看 留在搭檄 青 認 Se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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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